新加坡人的工作 对于新加坡工作 好像有些清洁工有点低贱 我说不好意思 没有人这样做这个工作 好像会比较低贱一点 所以新加坡人的观念就是很差 我的名字是洪来发 我出生于1954年 今年65岁 我现在的工作是清洁工 我一直打扫我办公室的地上 这些坐椅子还有桌子的工作 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 我尽量去做倒垃圾 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所以我们做工 主要我们尽我们自己的责任做 做得最好 就是没有人能够做 你这边没有做那边没有做 就不应该了 我们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去做 我一定尽我们的责任去做 我没有得过什么奖 只是得过这个卫生服务奖而已 修吗 人的错点就是 你不敢去做 什么工作都做不成 所以你有耐心去做 不用工作预见你要去做 好像清洁工人家会觉得 哎呀这是一个低贱的工作 这是不可能的嘛 什么工作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 为了我们自己的服务 做得要比人家更好 做什么工作是要你尽我们自己的责任 来对我们做人的道德 这个工作我适应到 我已经做要一年了 这个三月六号要一年了 我觉得不错啦 我觉得工作不应会见 只要你有兴趣做 你做的一定会很开心的 这工作应该有责任的 对不对 所以是你还是要继续做吗 我应该是应该会继续去做 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应该做的我继续去做 就是我的工作 一些健康最换的事 对不对 我的工作 都不 зас你 那就 Kinder